嘿,大家好,我是Brownson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奖板 就是英文的Pedalboard 这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 我买了这个牌子叫做Bodyglove 它是11尺长,充气式的奖板 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打开之后呢,首先看到它这个是它的充气筒 顺便说一下这种奖板附带的一些配件还是蛮全的 这个呢,就是它修补漏洞用的一个小小的工具盒 但是因为这种奖板的材料呢,还是蛮结实的 所以一般人的情况下,用到它的机会并不大 这个是随传赠送的一个装手机的袋子 这个呢,安全绳是把你和脚腕和这个奖板连接在一起的 就预防在水中一旦掉落水之后 你不会因为有风,有浪,失去和这个奖板的联系 这个纸包里呢,就是奖 这个型号奖板的奖呢,是由塑料和铝合金制作的 一共分为三节,在使用的时候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奖板的本身 这个奖板呢,是放在一个袋子里的 这个袋子呢,就将来非常便于携带 近几年这个奖板的运动呢,越来越流行 不仅仅是因为呢,这种运动呢,看起来很酷 但是站在水上行走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这个奖板运动 是人站立在奖板上的 它其实呢,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是对核心肌群的一种锻炼 也可以锻炼平衡的能力 这一款的奖板的包装呢,是用纸裹着的 相对于有些型号呢,是用塑料布 塑料薄膜裹着的,它就比较环保 这个奖板的底部有三个黄色的舵 在这个奖板的头部呢,有一个拖点 在后面呢,有一个GoPro的一个固定的装置 中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把手 可以抓住它呢,把整个奖板拉起来 这个把手呢,还可以用来固定一些饮料 或者固定那个奖板 尾部呢,就是它的充气孔 爱读书的人,怎么能错过它的说明书呢 先好好看一下吧 看了之后,就先试着给这个奖板充气 它的打气筒呢,分两种模式 一种是快速模式,一种是有力模式 本来呢,我本人并不特别推荐这种充气的船 但是呢,这种船确实容易搬运 容易储存 这在有的时候,在做长途旅行啊,或者 出去露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 其次呢,现在这些船的船体呢 做的非常结实,做的是非常不容易漏气 所以这种可靠性也很有保证 还有呢,这种Pedalboard本身船体并不大 所以充气的量,充气的工作也并不算太困难 你看,这不是很快就充到了它要求的压力了吗 另外我还找到了更省力的充气的方法 我会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也向大家介绍 搬运这个Pedalboard的方法呢 是把Pedalboard向外翻 然后用手抓住它的把手,就可以把它提起来 下面到水中实际试验一下 体验一下它的使用感受 看来它的浮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对这个Pedalboard并不熟悉 我还是先用这个Cayoc这个奖 先在上面熟悉一下 不得不说呢,每个人天生的这种平衡的能力是不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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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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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呢,似乎天生就会划这种讲板,好像它并不费什么力,第一次呢就可以在讲板上站立起来,自如的划来划去了,并且呢还能可以给我讲解如何站立起来, 就像是老手一般,然后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它的技术呢也是日真成熟,很快的就到达了收发自如的程度了,可见它也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而对于我呢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困难,从第一次试着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是战战兢兢的, 试了好几次都站不起来,感觉我要站起来就会一头掉在水里,最后只好放弃了,所以第一次鲨鱼而归,还是先坐着滑滑熟悉一下这个船,第二天,在世,我是个不轻易言败的人,只要是功夫深,铁厨也能磨成针, 在太太耐心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有了一定的进步 站直了,把身子挺直了 然后再把身子慢慢的站直了 如此就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突破 但是因为呢缺乏经验,我这个讲板呢调节的长度太短了,所以动作显得非常僵硬 这个时候需要放松一点,做几个深呼吸,看看周围美丽的景色 慢慢的就觉得在这讲板上也可以能站稳了 但因为我站的位置太靠厚,另外我的讲板的长度太短,所以我左边右边是的呢,都滑不到水 好像用一个讲板在这水面不停的摸索,颤颤巍巍的,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盲人 这第二次练习到此就结束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天接着练 这次呢,首先我先找对位置 对,再往上前趴了 就是跪在这个讲板的这个提手的附近 这个位置呢,也是讲板的重心的位置 先跪着滑一会儿,对水面的情况稍微适应一下 然后又开始练习站立 这次呢,我试着用这讲板作为支撑 我的经验是呢,用讲板支撑呢,站立起来要容易的很多 等到自己觉得站立的比较稳的时候呢,就开始练习滑水了 练习滑水的时候呢,开始不用太用力 就是轻轻的往前滑,慢慢的就越来越熟悉了 剩下的呢,就是慢慢的一个熟悉的过程 越来越觉得轻松,越来越觉得自如了 虽然几经周折,但我总的感觉呢,学习一种站立式的讲板 并不是太困难 从此呢,我们水上的活动呢,又多了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kayak和讲板一起滑 讲板不用的时候,拴在kayak的后边也基本没有阻力 这个讲板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这是它的载重能力达到了320磅 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就划着一个讲板到水上活动 像做梦一样,好美 所以如果我们出去露营,或者是长途旅行的时候 可以带着这个讲板,就非常容易携带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水上玩这种无人机的时候呢 讲板是非常好让无人机着陆和起飞的一个地方 因为讲板的平面很平 另外呢,我想向大家的推荐一些我所总结出来的小军面和小的设备的使用 这个呢,是我经常用的一种防水的包 它有不同的尺寸,有10升的,20升的,40升的等等 这个包的形状呢,刚好放到船的侧边,完全不碍事 而对于讲板来说,因为上面没有其他储物空间 这样一个小包就更加必要了 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我使用的12伏的小气泵 每次给这个讲板充气的时候,先用这个小小的气泵,把这个讲板充到基本满 然后再手动把它充到指定的压力值 就可以省不少的力气 这个小气泵最大的好处,其实是它的排气的功能 比较起讲板的充气,把气排空,其实是更困难的 这个讲板呢,只有把它空气排得非常空,讲板呢才能卷得足够小 有着小气泵的帮助,排空一个讲板就是非常容易了 把所有的气体都抽空了以后,这个讲板确实非常容易的卷起来 总之呢,这个讲板的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 学习在讲板上站立,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希望我今天的视频呢,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每一个划船的人都能够享受你的划船的过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